在股市中,真正的高手通常有一些独到的秘诀 其中之一是他们优先关注主流族群 然后从中挑选主流标股 这是因为股票价格的上升通常需要大量投资者的共同参与 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市场力量,推动股价上升 主流族群的参与望是市场趋势的一个重要指标 高手善于捕捉这种趋势 相对而言,低手或散户的操作方式通常相反 他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市场噪音和短期不动的干扰 而为能捕捉到主流趋势 产户投资者的交易通常更分散 并且缺乏协同作用 这使得他们的操作能力受到限制 总之,多投市场就是做主流股 股市投资的成功往往涉及到识别主流趋势和参与主流主选 高手通常具有更好的洞察力 能够识别并参与主要市场趋势 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相反,产户投资者可能需要更多的学习和经验 以提高他们的操作技巧 并减少受到市场不动的影响 张雨铭婚姻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铭的YouTube频道